杨超越躺着赢,王菊却排名靠后,国民老公王思聪说出了真相。 昨天的《创造101》的总结赛终于结束了,竟然有6300万人关注这场综艺大PK的经典大赛,实在是想不明白,原来有这么多人一直都在默默给自己喜欢的选手加油。 《创造101》。 总结赛是结束了,可惜留给我们很多的人的是那个结果,有很大的争议。 孟美琪C位出道,吴轩宜第二,杨超越第三。 对于第一名孟美琪,第二名吴轩宜我们应该毫无争议,但是杨超越的第三名,昨晚大家在朋友圈都刷屏了,大家对于这么结果都是贬多过包的。 这也许就是这么节目需要的结果,引起大家的讨论,不管是认可的,还是认为有内幕的言论,节目才不管呢。 连国民老公王思聪都出来调侃了,可见这个节目关注的热度有多高。 王思聪说,Iki的出道侮辱了其他事个人,侮辱了他们的努力,他们的汗水,他们的业务能力。 坐等Iki哭泣。 王思聪。 连王思聪都看不下去的节目结果,这肯定就是问题。 实话实说,这样的结果,只是节目需要的结果,而不是真实的结果,更加不是关注这个节目的粉丝需要的结果,这样的结果,让王菊怎么办,前一阵子王菊到底是有多火,连翠哥我不关注这样的节目的人,都在朋友圈,在朋友的刷屏情况下知道王菊这个人。 关注王菊的人,都知道王菊是一个有实力的选手。 本来觉得王菊的局势一片大好,结果最后的排名真的是令我吃惊啊。 但是我们看到的第三者,杨超越,除了好看,也就只有好看了,其他的真的是看不下去啊。 。 自知不全,唱歌跟车祸现场一样,不知道杨超越是凭什么出道的。演技。爱哭,还爱唱歌跑掉。 。 杨超越。 。 连杨超越自己都承认自己的实力不强,这不是谦虚,这是大实话,这是打脸节目组,自己说自己不行,然后节目组还给自己第三名出道。 。 。 我们看到了杨超越的美,单纯,可爱,可惜还有那么多那么努力跳舞,唱歌这么好的选手就因为这个被淘汰了,这是不公平的。 。 。 杨超越。 。 这样的结果是多有争议,才会引起王思聪的不满,所以我们对杨超越以后的表现拭目以待吧。 我相信,一定有其他的有实力的选择比他出道的更加出色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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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